意外中的白色輕盈貨車懷疑失控 撞向燈柱和圍蘭後翻側 車身損毀擋風玻璃碎裂 燈柱和圍蘭都被撞爛 37歲的貨車司機頭部受傷被送院自理 而為了閃避貨車而發生痛撞的客貨車和的士 車身和車頭都損毀 而貨車失事時有玻璃碎片飛淺 擊中對面行車線的一架私家車 造成輕微損毀 事發在清晨5時多 一架貨車沿漆到北廣尖沙咀方向行駛 當駛至佛光街天橋底附近時 懷疑失控撞向燈柱和圍蘭後翻側